各位朋友,我是羅南昌 今天又是我來幫大家華山論世 今天的話題,我覺得真的比較有趣 為何有趣呢 第一,起碼我自己想不到 特朗普任命的國務卿是盧比奧 因為開始消息放出來之前 我覺得是否特朗普放張牌來試探 現在他真的提名盧比奧做美國首任的國務卿 當然,特朗普用國務卿是經常炒人的 他上一屆炒了好幾個 總共用了三個國務卿 這次盧比奧是否開頭試試水溫呢 真是未知 但是盧比奧,你一學一落場 你怎樣幫中國打交道 盧比奧現在是被中國制裁的 是不可能去北京的 你不可能去北京的 而且是被中國制裁的人 你明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你還要他做國務卿 現在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重要的外交關係 就是中美 特朗普未來上任 你一定要處理好中美關係 無論你是加關稅加到百分之二百 或者是怎樣怎樣 你都要明確對待中國 但是你找到一個盧比奧 盧比奧來做甚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用特朗普用盧比奧 至少是他第一張牌 是對華的第一張牌 我就是要用這個人 那是怎樣呢 是示威呢 還是嚇嚇你呢 還是拋浪頭呢 總之 你就可以引申到無限的聯想 同樣呢 我覺得 中國 都有橫招 中國這一次的 韓展 我去看過 這一次的韓展 其實真的有好心的含意 因為大家知道 中國一直以來 最先進的武器 最好的東西 是藏起來的 這一次 基本上是所有都掃出來 以前 中國的媒體 對於中國的軍備 其實真的有些忌諱 不是說很多 因為 最怕被人說中國威脅論 所以好東西 就不會大張旗鼓宣約 但是這一次 這個珠海韓展 真的有那麼多 講那麼多 講到盡了 我自己 去到就覺得很震撼 我們先從 剛剛去那天 俄羅斯的前國防部長 現在負責安全 安全會議的頭 就剛剛去了北京 幫這個 和毅談完了 就是談 中俄的戰略關係 未來的戰略關係 談完之後 就立刻 飛到 珠海韓展 這個十四號 十一月十四號 他就去看 他看呢 當然 我去看 我又埋不到他的身 但是我看回 那些 埋到身的記者拍的照 哇 看他 非常非常嚴肅 那麼他看的館 就是 中國兵器館 中國兵器館 就是將 海陸空 所有最新鮮 最現代化 最好的東西 都拿出來 那麼他在那裏 就是 面對著 這些 坦克也好 這個導彈也好 機器 機器狼也好 機器狗人 原來叫機器狗 現在發展為 叫機器狼也好 中國的 這個 九天的 無人機航部也好 還有 這個 無人的軍艦 都不是在這裏展出的 有圖片 有很多東西 哇真是 海陸空 所有現代化的 武器都在 他呢 真是 面情 我看回記者說 面部表情 宿目 若有所思 有些人說 他一定是 流口水 如果把這套東西 全部能夠 賣散回到俄羅斯 烏克蘭戰爭早就打完了 因為 你對 我自己很特別去 留意到 對付海馬斯的武器 大把 可以壓制海馬斯的大把 中國的 191軟火 完全超過了 美國的海馬斯 美國的海馬斯 在烏克蘭手中 都發揮了不少威力 而且我最 感觸最深的 在這次航展中 中國的軍備 完全吸收了 俄烏戰爭的 所有的 血的經驗教訓 大家知道 俄羅斯的坦克 2022年 2月14號 剛剛去之後 跟著沒多久 就給了 挖克蘭的 導彈也好 無人機也好 嘩 真是 看見有一張照 是整條路都炸爛了 這一次 中國的 VT-4坦克 VT-4坦克 原來是出口的 即是 現在很多 第三世界的國家 泰國 巴基斯坦 都入了很多 而且相當昂貴 這一次 VT-4 四型的 這個是重型坦克 VT-5 就是輕型坦克 這兩個坦克 都安裝了一個 叫做 全方位的 自主防禦系統 無人機 即是 無人機完全是 入到控制範圍之內 它完全是 預先知道你 可以有多種手段對付你 比如說 首先 用無線電波干擾你 只是鬥強大 因為你的無人機必然用無線電力控制 它用無線電力干擾你 鬥自己 鬥誰的力帶 力帶 壓倒你的無人機 根本是 飛不飛 可能自己就掉下來 同時 還有 火炮 激光武器 等等 將你的無人機打下來 中國兵器報的人說 你看俄羅斯的 現在坦克還擔把遮 擔把遮是防止無人的攻擊 你看我的坦克 我們不用擔遮嗎 我們不用擔遮 我們因為有了 自主的 主動防禦體系 另外 它還有一個激光體系 即是從各處來的導彈 攻擊 都可以預先測到 實際上 它這個坦克 VT-4坦克的 防禦能力 真的提高了很多 在這次 在陸軍 在陸軍那裏 還展覽了一個 智能化的 合成旅的全套裝備 以及指揮體系 聽說 中東那些有錢人 就是一個旅一個旅的裝備 全部買回去 那時候大家都很多說 你這個 指揮體系 這些東西 是不是要保密一些呢 這些是很先進的東西 這些東西 就是它有個指揮坦克 有個指揮車 整套東西在這裏 整個女的 整個行進官 行進 進攻 防禦 所有東西 全套都可以 這個 智能化 這樣指揮 整套東西賣了給他 你賣了給他 人家就學了你 你看到 所以我先開始說 這次真是示威 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美軍有 中國軍隊有 但是 那個代差 原來 原來 所謂的 雙差 美國軍隊以前說 解放軍 幫我們差 一代 兩代 至少三十年 我記得 諸海航展 第一屆 二十年 我都會看 那時候 真的差很遠 那時候我們的飛機 才是千十 人家都已經是 四代五代 即是 F22那些都出來了 在這個情況下 現在 我自己 一個 很強烈的感覺 中國和美國軍隊的 裝備的代差 是沒有的 但是中國的軍力 就是戰鬥力 我覺得是壓倒了美國 為什麼 第一點 中國 現在 那個 那個裝備的發展 我覺得是 基本上是全國人 全國的體系都可以用的 都一起上馬 因為在 在那個 珠海航展 你可以看到 那些公司 就不單止是 中國原來做 軍器的 中國 兵器部 去做的 有很多很多民營的公司 都在這裏做 我看見有間叫做 廣東防務 原來從來都沒有聽過的 廣東防務 他 這個 純飛彈 他就做 一般的 這個導彈 他就做 完全是 這個 看他的那些 視頻展示 非常 先進的 這個廣東 他做的純飛彈 一個 這個發射車 一發射 十幾枚 飛上天 然後由人操縱 就逼近你的坦塌 可以從頂上去進攻 又可以 旁邊去進攻 在那些巷戰中 看著循璧彈 捐來捐去 看到誰 就炸誰 真是 如果你說 這個是中國 兵器工業部做的 你覺得不奇怪 原來是 一些民營企業都做的 那你覺得 中國的民營企業 有多少 所以現在 中國的 這個 裝備 是 軍民 一體去發展 那你的能量 真的太大 同時 我又感到 中國現在 發展的導彈 你譬如說發展導彈 兵器工業部 他做 航天 他做 還有很多 做飛機的 西安 飛機公司 成都 成非 成都 飛機製造公司 沈非 他們各自都有做 同樣的東西 他不是由一家 去壟斷 是由很多家去競爭 大家知道 有競爭有進步 如果你只是 中國兵器工業部去做 可能他會很保守 他攬了自己的 即是實際上 美國現在都是這樣的 他又被波音做 又被 馬斯克做 他自己的航天局又做 都是 處於一種 有競爭 有狀態 所以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軍備 你現在 你給他 放手去發展 同時 大家知道 中國在半導體 在無線的技術 現在 其實就是 幫美國 又是處於 並家齊區 這個層面 這次我去看 無人機 無人機的公司 幾百家 我想幾千家都有 在那裏擺攤位的 都很多 我們在香港 只是知道 有個大疆 大疆是幫我們香港 都有關係的 美國說要制裁大疆 實際上 大陸的 無人機的公司 多到 你制裁誰 你可能 所有的無人機公司 都制裁 根本就是制裁 所以這些技術 尤其是 大家很多個 都說 可能從零到一 這個突破 美國會領先 但是從一到十 中國 模仿 學習 提高 那個能力 真是很快 因為中國現在 真是一個 全方位 全體系的 製造業 大國 所以沒有任何製造業 可以難倒中國 有些 特別的 稀土的原料 它是需要規模的 譬如說 中國現在在 架方面 對美國控制 架是從 從大量的女制裁 提煉出來的 美國要提煉 沒有那麼多的女制裁 你便提煉不了 所以 中國佔了優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 現在 另外一個結論 就是 中國的軍力 是壓倒了 美國 為甚麼 先不說 戰鬥意志 戰鬥勇氣 大家看 尚金令 剛剛 大陸有放完 電視劇 那時 中國的武器 炮又不夠多 坦克又更加沒有 坦克不是說沒有 就少很多 你 裝備是差幾代的 但是中國都可以打贏 靠截鬥意志 靠這個勇敢 靠這個 社命去爭取勝利 但是現在 中國覺得 靠甚麼呢 靠製造力 就完全可以勝過美國 大家知道 打場上 不是一天就打完 亦不是一個星期打完 更加不是一個月打完 大家看 澳會戰爭 差不多三年 打三年 你的製造業 你跟不上 怎麼打 現在中國 其實 強 就強在製造業 現在 這一次 朱興航展 很多東西 實際上 美國都沒有 這一次 虎瓶 又令我特別感興趣 虎瓶 500噸 可以 無人駕駛 可以伴隨航空母艦 中國的 遼寧號 山東艦 未來的福建艦 都可以 跟著出海 所以 它在上面 又可以發射 導彈 這個 所以 你無人作戰之後 那個 未來的戰鬥模式 真是很大變化 最後 還要說回空軍 這個空軍 因為先說了陸軍 空軍這一次 中國 展出了 1035A 1035A 現在的隱形性能 號稱是世界第一 很多人說 1035A這個名字 1035 千滅是千 對付美國的 F-35 當然我們客觀來看 這個應該是處於一個同一級的 水準上 很難說 誰完全壓倒誰 但是 我們開頭說的 中美的裝備 其實現在是沒有了代差 不是一代一代的差別 看完這一次 我自覺特朗普 出了一張 這個 盧比奧的牌 大陸 又出了一些牌 示威一下 將我自己 最好的軍備 展出一下 當然 這個 這個角力 博弈 是非常微妙的 未來 特朗普 上台下 到底 中美關係 怎麼走呢 我們 不妨 拭目以一待 今天才談到這裏 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課了